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个第一页是刚刚我查才认识的 左边是个油 右边是个叶子 他说在哈尔滨读书一年 昨天下了场大雨 置完兼止 宿舍席灯后就躲在被窝里看起风了 在开完的时候抬头 某人发现天亮了 拿了一支铅笔和牛皮本 在楼道门口开了扇窗 打开单独 画着不成型的画 我太开心了 于是就想写评论 写评论是一辆拖拉机 秃秃秃的过去了 我特别喜欢你最后那一句 一辆拖拉机 秃秃秃的过去了 我觉得生活中总是有一些 意外的声音和闯入 让你打破此刻眼前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美好的一刻 周日清晨 我在坠落 有一种莫名之感 我却不愿深究 黎明破晓 周日的清晨 来自 Velvet Underground 地下天鹅绒 这是六七十年代 美国的一支乐队 他们在当时的影响里被低估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却不断的再度被唤醒 我非常喜欢他那种 颓废的声音 包括他歌词也非常适宜 在一些地方让人想起 Bob Dylan 听他这首歌 可能是其中的那个单词 天鹅绒 Velvet 特别的吸引我 是因为在八十年代 整个东欧的巨变 经常被称作天鹅绒革命 如果你去过当时的欧洲参观的话 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 的确是红色的天鹅绒 是沙发面 是各种的装饰品 历史学家也用这个词来描绘 当时东欧变革的 某种非剧烈性 它是一个顺畅的划过去 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位 历史学家Tony Jutt 或许是过去二十年最好的 关于欧洲的历史学家 他那本《The Post War》 战好欧洲史 打破了之前历史学家们 对于欧洲的片面性的描述 他们经常可能仅仅集中于 西欧 英国 法国 德国 而忽略了波兰 捷克 罗马尼亚 人们经常把这部分的欧洲 划到俄国的范围里面去 但是 Tony Jutt 试图给欧洲一个整体型的叙事 他也是我所见的 写作最优雅的意识学家 很可惜几年前 他去世了 我非常遗憾 没有能够见到他 两周前 英国公投 离开了欧盟 如果Tony Jutt在的话 我多么希望看到 他是如何评论这一事件的 很可惜这种伟大的灵魂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少 现在我来读 他对七十年代欧洲的描绘 当时正是 苏尔尼琴的 古拉格群岛出版之时 他颠覆了 所有人对于苏联制度的 最后的某种幻想 在一些时刻 集权主义制度 会吸引人 会给人似乎看到 历史某种可能性 但是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诱惑 一种集权式的诱惑 而Tony Jutt非常厌恶 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 对集权主义的某种 向往和崇拜 现在我来读 Tony Jutt对于 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描述 在那个时刻 欧洲对自己的认识 对苏联的认识 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 如果要找出这一变化完成的时间标志 找出战后欧洲了解自己的时间节点 这一天在巴黎 亚历山大索尔人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首次在西方出版 WL微博在微博上评论了此书的英译版 他写道 活在现实 而不知道此书 就是缺乏时代认知的关键部分 就是对历史愚昧无知 正如索尔人尼琴自己所承认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 并无新意 那就是 苏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 是一场野蛮的骗局 是一种建立在 奴隶劳役和大屠杀起初上的 极穿主义专制 索尔人尼琴自己以前就写过这个主题 许多受害者 幸存者 旁观者 缺者 也写过 乌拉格群岛 在已有的证据上 又添加了几百页细节和数据 不过 就道德思想的热烈程度 和感情上的影响来说 做一部见证作品 该书并不比其他一些作品 有明显的高明之处 那些作品包括 耶夫盖尼亚金斯伯格 于1967年出版的《旋风之旅》 玛格丽特 布伯 纽曼 关于自己在苏联和纳粹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 沃尔福冈 莱安哈德 对自己不当信仰的 纠错式叙述 甚至还包括 较早揭穿苏联神话的 维克多·希尔盖 和鲍里斯·苏瓦林的作品 可是 抓准时机非常重要 批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少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 他们的影响 遭到了削弱 这个是因为在西欧 普遍的愿望是 想找到国家社会主义 暴风乌云的一丝亮色 无论这道亮色是多么的暗淡 国家社会主义 自1917年 与俄国滥伤以来 已席卷了欧洲大部分地区 无论反对共产主义真实的 或可能的动机是什么 斗志人鱼十分不利的境地 使人看上去是在质疑历史进步的形态 是未看到大局 是在否认民主福利国家 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制度的必然连贯性 正因如此 与战后大众意见相左的人士 遭到了极大的边缘化 像哈埃克等人那样 如果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限制市场的计划 用意虽好 但不仅毫无经济效率 而且最重要的是 是迈向奴隶制度的第一步 那就是四岁了二十世纪的路贤图 反对共产主义专政的人士 比如阿瑟·凯斯特勒 列蒙·阿龙 阿尔贝·加密欧 以及伊塞亚·柏林都坚持认为 为了大众利益的社会民主改革 和以集体主义神话名义建立起来的 一党专政之间是有区别的 可是 在批评他们的许多进步人士看来 他们甚至也是在政治上随身附和在 冷战中所效忠的政党 并为之服务 因此 这些人与不愿意放弃激进教育的大众 意见相冲突 知道真相之后 绩效去世已久 并且遭到其接班人谴责的斯特勒是一回事 而成人错误不在欺人 而在体制 又是另一回事 更进一步说 把列宁主义的错误归咎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制度 就是在削弱现代政治的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森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 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崇拜的偶像 他在写给莱泽克克 科瓦考夫斯基的信中就严肃地批评道 你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望 威胁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 但是 到了1973年 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不仅受到批评者的严厉抨击 单单一些事件本身 就给了其沉重的打击 当顾拉格群岛以法语版出版时 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对其不屑一顾 提醒读者说 既然每个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 任何人翻炒此时的动机 都只能是反对苏维埃 然而 反对苏维埃的指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 在苏联人侵入布拉格 以及随后的镇压事件之后 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 慢慢流出中国之后 所有人侵对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指责 听起来就是真的了 甚至对于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来说也是如此 而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尤其如此 越来越清楚的是 共产主义败坏了其激进的传统 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 不久 柬埔寨的种族屠杀 又难逃难的传民 受到的广为人质的创伤 就证明了这一点 西游为数不少的人认为 美国应对越南和柬埔寨发生的灾难 负主要责任 离古拉格群岛的出版 只有三个月的时候 美国策划杀害了智利的 萨尔瓦多阿联德总统 使得这些人的反美情绪 更加高涨 现在连这些人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在道德上有优越感 他们认为美帝国主义确实很坏 但另一边更坏 或许还要坏得多 这时候 过去坚持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攻击 是对所有社会改善目标 不言而喻的威胁的传统 进步人士开始否定自己的观点了 他们认为 如果列宁和他们的继任者们 在社会公平这口井里下了毒 那么今天 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受到了伤害 就二十世纪历史而言 不仅由于经济原因 生活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 国家开始看上去更像是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开始是集中计划 结果却是集中屠杀 当然 这只是一个相当知识分子气的结论 但是后来 知识分子立刻感受到了 逃避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影响 这相当正常 因为正是知识分子 首先热衷于推行 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 正如捷克作家 伊尔利·格鲁莎 在1984年所写到 是我们作家 美化了现代国家 也正如 伊格纳奇奥·西洛内 所指出的 从本质上来说 现代专制统治实施 需要知识分子的协作配合 因此 正是欧洲知识分子 对进步这一宏大叙事的疏远 才导致了随后的雪崩性后果 这是非常正常的 这种疏远 在巴黎体现得非常明显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200年前 在巴黎的知识节和正节 这一宏大叙事 就与首次出现了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巴黎就不再是阿瑟·凯斯特勒 所称的西方文明 闪光的明镜了 但是 法国思想家们 仍然特别喜欢研究 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西班牙 联邦德国 和意大利的作家 评论家们 在那些年里 则是穷于应付本国问题 尽管 令他们牵肠挂肚的恐惧威胁 本身就会让人不再相信激进的乌托邦主义 英国知识分子 从来不曾受到共产主义的深刻影响 对共产主义的衰落 也不大关心 因此 也就没有欧洲大陆 新进产生的那种情绪 与此相反 法国国内对共产主义制度 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同情 在法国 共产党所得的选票日渐减少 影响力日渐示威 这使得反共产主义的公开讨论越来越多 因此 本国的往事和势力 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同情 法国新一代知识分子 由于急于放弃 以前的信仰 异常迅速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么匆忙 有时候倒是不太合适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巴黎年轻的新哲学家们 比如安德烈 格鲁克斯曼 波纳德 昂列 利维 抨击遭到扭曲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 但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新意 格鲁克斯曼广受好评的文章 《论大思想家》 出版于1977年3月 文中大部分内容并不如 雷蒙阿龙在22年前出版的作品 《知识分子的鸦片》 列为的有人脸的野蛮人 比格鲁克斯曼的文章晚了两个月问世 但文中所写 法国读者无不可见于 阿尔卑加谬的反抗者 但是 尽管加谬的文章 于1951年问世时 让鲁克斯曼的文章 对其评价非常尖刻 认为不值一提 列为和格鲁斯曼的文章 却是很有影响的畅销品 时代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